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刺激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辨别清代康熙时期的五彩 智果银车图文大盘它的真伪 首先咱们就是要看气形 气形这键盘子最大最大的问题 主要出现在它的盘底 因为在康熙这个时期的这个盘子 没有用这样子的底的 另外呢就是它的文士布局上 大家可以看它整体的文士布局上出现了问题 康熙时期的他在口言 那口言里边有一圈的这个装饰图 但是呢这件房品呢没有做 而且呢它是在这个盘的外壁上啊 它做的是不属于这只大盘的这个文士 它出现了 另外的问题呢就是色彩 大家注意看 就是它的一些色彩 过于浓艳 有的呢是过于淡 这个都是它的问题 但是平心而论 这件盘子 虽然它是房品 但是呢从它自己本身的这个来说 它做的不错 不错在哪里呢 绘画不错 然后呢盘子的这个整体的质量也是不错的 关键呢就是包括它的这个款质 写的呢也都是还可以 但是跟这个真正的康熙时期的还是相差比较大 更符合这个光绪时期的这个写法 但是呢你如果把它当作无论是光绪时期的或者是康熙时期的都不可以 因为它毕竟是现代的房品 那么如果这件当然了这件器物呢 现在市场价呢 它这个厂家卖呢就2000多块钱 如果是1000多块钱呢 我应该啊 我觉得它会销量会很好 因为摆放在家里呢 你不要把它当作真品 就是随便当作一件百件呢 还是不错啊 看上去还可以啊 这个当然了 就千万不要把它当作倒带的康熙时期的东西去玩啊 也不要把它当作光绪时期的 因为它就是现代的房品啊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戴维华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